当地时间5月20日 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的首席检察官卡利姆 派宣布 他已要求法院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防长加兰特以及30巴勒斯坦 伊斯兰抵抗运动领导人发出逮捕令 此前有美国议员警告 针对已领导人的逮捕令一旦发出 美国将立即对国际刑事法院展开报复 相关立法案已在酝酿之中 卡利姆汉说 根据其办公式收集和审查的证据 他有合理的理由认为 内塔尼亚胡、加兰特 以及叶海亚辛瓦尔、穆罕默德、迪亚伯、马斯里 和伊斯梅尔、哈尼亚 至少在本轮8亿冲突后 发生在加沙地带的一系列战争罪和非害人类罪 负有刑事责任 从声明来看 卡利姆汉对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的指控 主要包括将饥饿作为一种战争手段 例如拒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进入加沙 以及故意针对加沙平民的袭击杀戮和集体惩罚行为 他表示这造成了严重影响和巨大痛苦 并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巴勒斯坦 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卡利姆汉针对哈马斯的指控 则包括大规模灭绝和谋杀 揭示人质 只是酷刑以及强奸等性暴力行为 卡利姆汉去年12月访问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他20日在声明中称 自己亲眼目睹了这些袭击的毁灭性场面 以及今天提交的申请中所指控的无耻罪行的深远影响 这些行为需要分子 卡利姆汉向国际刑事法院巴勒斯坦国局势 第一预审分庭发出上述申请 美联社20日指出 一个由三名法官组成的预审小组将审议证据 并决定是否可以推进诉讼程序 这一过程平均需要两个月 英国广播公司说 国际刑事法院在过去三年中一直在调查以色列 在巴勒斯坦备占领土上的行动 最近也调查了哈马斯的行动 以色列时报称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且极具争议性的举动 美联社分析 由于以色列不是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 即使发出逮捕令 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 也不会立即面临被起诉的风险 但卡里姆判的声明 加深了以色列在推进战争过程中的孤立状态 而且逮捕的威胁 可能会使以色列领导人难以出境活动